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欢迎准备收看稳超胜券节目 那今天的大盘啊 再度的大涨了95点 加钱指数啊 也要往所谓的8400点 开始做出卖进 严老师也不知道你这两天的操作 你到底啊 有没有把钱赚到 把钱放口袋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的一个操作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说想要利用市场上面的 一些股票 来达到所谓的获利的一个目的 但是在股票市场里面操作 我相信这个难度上面 会非常高的同时 投资朋友你要注意了 选股的逻辑啊 到底要从基本面 还是要从技术面 我相信你收看颜老师节目 看那么久了 老师在节目里面一直跟你讲 你基本面选股 技术面啊 只是让各位去寻找一个 所谓的买点 那目前为止的盘势啊 三天之内 几乎大涨的建议三百点 那后面会怎么走 到底有哪些族群的股票 你要留意 老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都会非常详细的 来做出一个叙述 希望啊 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向盛建的节目啊 你能够准时收看 来看一下目前为止 电脑的一个萤幕 来 这个电脑萤幕告诉你啊 这个讯号 这个讯号目前为止啊 按照我们开盘八法 目前为止 均线已经站上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个地方也呈现了 所谓均线里面的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 那投资朋友们在想说 老师啊 这个量好像没有出来 那李金老师直接跟你讲 在所谓的低档区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量人啊 是不宜放大的 那等到真的放大的时候 已经涨上去了 投资人啊 又开始追了 所以说这个礼拜操作 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横盘做整理 但是类股的部分 你要特别留意 现在老师要跟你讲的 这是所谓的 大盘的加选指数 好 那你看到 这个叫做生计指数 生计指数 有没有领先 大盘指数 有 好 那生计的族群 应该有机会啊 成为主流嘛 好 那贵买指数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强于大盘 好 所以你就知道了 贵买指数的代表 其实啊 就是生计类的一个族群啊 好 生计类的一个族群啊 但是我们今天哦 这个画面让你看了 你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啊 你这两天真的你有 在低档布局的啊 你才能说啊 我这两天我是赚到钱嘛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你是在继续去做放空的啊 好 你持续还是去做放空的啊 你可能是赚不到钱 你还赔钱哦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不敢做多的啊 这个大涨啊 目前为止啊 我相信你还在 停看听 你根本就没有信心啊 去做出个进场买进的动作 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啊 我相信这张图表你 在节目里面一定 每天看每天看 你看了以后 你有没有感觉 老师就不晓得啦 你老师说过了 已经看到所谓的 超叠区了 这个超叠区啊 随时会反转啊 这个财富啊 也会重新再分配啊 所以说专家的一个 跟你做出个建议啊 你要听得下去啊 你要听得下去啊 行情就是在 最悲观的时候产生啊 那今天的行情 你要留意到啊 它是属于我们 开盘八法里面的 一高过高 一高过高之后的话 从所谓的均线三法 出现了黄金交叉 后面会走向 所谓的形态的整理 好 这个地方你就要看到 严老师现在要跟你讲的 重点哦 这个叫重点 这三个族群里面 重点在哪一个族群 明天你要注意太阳能 明天你要注意太阳能 今天升级类股 唯一的一档股票 我们卖掉了 我们获利了结 升级类的一个股票 逢拉回 我们一样会进场布局 明天要注意太阳能 千万要注意 苹果干减股 目前为止 第一档的话 去做出个承接 不要去追高 来明天要注意太阳能 为什么明天要注意太阳能 我记得我之前 跟各位讲过说 你要注意升级类股 来 这边 你要注意升级类股 那老师的顶尖 升级日报里面 也跟你讲了这档股票 我相信你从 这短短500个字里面 你可以看到第一季的营收 包含所谓的里面的一个内容 还有所谓的 你们所熟悉的 任何的指标 我都在所谓的 胜券日报里面 专门的来帮你介绍一档 重点股 那这档重点股在近期 创业波段新高 我相信我们在今天 也顺势的 来做到一个 获利了结 今天的胜券日报里面的节目 里面的内容更精彩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胜券日报 那我写的这档股票 叫做可成 为什么要写它 里面内容告诉你 它采用所谓的 玻璃机身 它还是要用到所谓的边框 是属于一个不锈钢的 这个地方相关的产业 反而它会受贿 那竞争者非常多嘛 那又怎么样 智慧手表的一个新客户 可成他正在做 他正在做 那基督线型方面 我相信老师对于 基督线型的一个研究 比任何人研究的都 比较透彻 那包含所谓的均线 包含所谓的长线指标 包含所谓的短线指标 还有看到所谓的周线 那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的整理形态 有没有机会结束 这是现代的可成嘛 跟大盘走势差不多 我们不会去做出一个追高的动作啦 我希望说 可能有拉回的一个 举架的买点的同时 我们就会做出一个进场布局的动作 那这种股票不是说你去追 你就一定赚得到钱 这个买卖操作一定有所谓的节奏 你要准确的掌握到所谓的节奏 那我刚刚讲过了 今天我们有一档股票 升级类的 唯一的一档股票 我们会员 老师今天抠出了 顺顺利利的把钱放口袋 那我们买进这档股票的一个逻辑 必须要跟投资朋友讲 我们绝对是买G.O的好股票 那这档股票之前在节目里面出现了 老师今天要给他公布了 那到底老师出手点好不好 到底为什么要去买这档股票 我相信节目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他叫做F龙登 他是做植物保护剂的 也就是农药的部分 毛利率非常好 手剂已经出现了什么 窥转营 目前面临到所谓的中国农耕的一个旺季 还有你要看到第二季的一个成长性 因为第一季已经公布了嘛 窥转营 你现在要注意到第二季了 所以说这个买点 它叫做基本面的一个买点 技术面的一个买点 出现了之后 它会直接拉到涨停板 它会直接拉到涨停板 那这档股票的K线形态告诉我们 它在近期创新高 我们在今天早上 11点38分 没有时差性的 我们来做出一个获利了结 那张数放大的 50张的 那老师先恭喜你了 在这个不景气的年代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10万块 把它放口袋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说我们后面该怎么操作 那这档股票 它这个基本形态 它是属于一个底部整理形态 结束以后 周线的部分 它是创破断新高 那这个地方我们公布了 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操作 后面的操作 那就要保留给我们的会员 那如果说你对这档股票有兴趣的 你今天一样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问他这档股票 他叫联雅 来联雅 那这个现行看起来很复杂 如果是买在这边的 那沿路就上去了 就赚钱了 那如果是追高的 沿路就下跌了 操作上面真的 你要看一下 严老师所呈现给各位的 这个地方一定会出现 我们均线三角里面的黄金交叉 出现我们阴阳K线里面的买点 这个地方叫绝佳的一个买点 买完了以后到所谓的高档区 你不要去做出个追价 你不要去做出个追价 你用均线下去看的话 目前为止在这个高档区 如果没有多方的动能往上走的话 它一定会进行一个修正 但是投资们没有想到说 这个股价可以从600块钱修正到多少 修正到400块 这个修正的幅度非常大 那我们最近这一次的公布 只是短线上面的一个价差 这个是在5月4号我们买进的 那5月5号我们短线上面做出 一个价差操作 但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要回到什么时候 来我们看一下 这时间点的话 你要回到这边叫7月份 7月份这边叫起涨点 这个起涨点拉回的买点 拉回的买点 股价创新高 你都能够赚到钱 老师有没有做到 这个叫做操作的证据 我们从7月份开始 第一次做到一个获利了结 这个绝佳的买点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这个非常低档区的一个买点 业绩财报非常好的一档股票 但是要找对买点 那我们不只做一次做两次 我们不只做三次的操作 我相信一档股票只要呈现所谓的多方格局 你只要懂得我们技术面的话 你随时你都可以去做出一个买进或卖出的动作 但是这档股票让很多人受伤了 因为他们都是买在高档区 他们都是看到一个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在第一档区 他们对这档股票是没有感觉的 没有感觉的 等到高档区啊 每一个人感觉都来了 都勇于去做出个追价 那目前为止600块钱 跌到400块钱啊 手中套牢的股票很多 那该怎么办 该怎么处理 这个处理方法非常简单啊 顺着趋势操作嘛 买这边的赚钱 买这边的赔钱 这个是操作的功力啦 那对这档股票你有问题的没有关系 还有说你手中有所谓的高价股 目前为止是套牢的 套牢的 你今天都可以打地方进来 你去买联雅买到这段赔钱嘛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大力光呢 大力光这段是赚钱的 这段也是赚钱的嘛 也就是说操作上面的话 一定要看到所谓的讯号 我在节目里一直强调 开盘办法能够帮助各位 均线三学能够帮助各位 去找到一个绝佳的买点 但是我们操作的方法逻辑 跟各位再讲一次 如果说你是我们会员家族的 我们的操作的原则 一直都是保持这样子的 每一级会员啊 我们就是以三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都有认证嘛 待进待出以外 颜色停力停损 避开风险 都是以实际的绩效来跟各位讲 不会用虚伪造假的 严老师是以诚信为本 注重选股 基本面技术面 尤其是所谓的基本面选股 这个非常重要 技术面让各位来寻找一个买点 我们都会挑选一些 非常机优的好股票 我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 是能够呈现 非常优质的一个 所谓的操作的一个理念 那我希望每一个人 在从选股的同时 都能够去找到一些 基优的好股票 再从技术面 去找到一个绝佳的买点 那后面的一个操作 因应大盘 在520之后 这个趋势翻多了 我们不只是要做价差 我们还要进行 所谓的波段的操作 你对于我们的操作 有兴趣的 麻烦各位 今天盘中 打一通电话进来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运达土布 颜分医师 擅长基本密研究 私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已经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胆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对境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并没有主顾 智库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脱后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部 02-2781-0909 02-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布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 我是诈骗集团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 我是怎么带你们的钱 诈骗贝 你涉及的洗钱案 必须先把账户的钱 交给我们监管 赶快把钱汇进来 假装让你傻傻家吗 因为有事点数 用来传给我 我们就可以见面咯 是不是很容易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结招 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 来解除分级付款的设定 这样才不会连续 十二期的扣款哦 钱如在 你以为我骗过了吗 一有无凡诈骗才行 关心您的钱 是关心您啦 欢迎回来节目市场 继续收看严谣老师 为您主持的吻超胜券 那上半场的节目里面 老师把大盘的一个方向 目前为止的话 均线上面已经看到了 所谓的黄金交叉 目前为止正在走 所谓的形态上面的整理 这个整理的同时啊 一定会出现所谓的 主流的族群 一定会出现所谓的 主流的一个标股 那投资朋友们 老师刚刚特别强调三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 它叫做什么 生计的族群 生计的族群 这个不用再多讲了啦 它是领先大盘的嘛 所以说这个族群里面 你能够事先布局的 你应该都是赚钱的 你应该都是赚钱的 那太阳人的族群的话 在明天啊 很多的股票啊 你要留意啦 今天啊这个尾盘啊 都有所谓的大单啊 来做出个买进啊 那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苹果概念股啦 像近期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2474的可乘啊 股价啊 已经开始低档翻扬了 3008大立光 那股价也是领先大盘的 2317的鸿海 目前为止啊 这个低档啊 已经看不到了 那这些股票都是所谓的 苹果的一个概念股啊 包含啊 这个2383的 来这样股票 等一下会讲的 台光店 这个都是所谓的 基欧的好股票的 那请留意到 我们今天的圣券日报 我的会员的话 应该手中都有 这个所谓的圣券日报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圣券日报 台股的话 这边三个族群 明天要注意的三个族群 生计太阳能 加上所谓的瓶盖 那如果说 你是短线操作的朋友们 明天只要注意到太阳能 太阳能到底有没有买点 你要注意 那我们来这边 有三个族群里面 苹果概念股 然后是在这边 写了三档股票 会发在简讯里面给你 太阳能也是一样 明天应该会有动作 明天应该会有动作 那生机类股的话 我们卖掉了一档股票嘛 我们卖掉一档股票 那另外的股票 可能就是从 这三档里面 我们来做出一个选择啦 那今天卖掉了这档股票 我再讲一次 它叫做 农登 F农登 做植物保护剂的 第一季的话 转亏为盈 目前为止 股价建高档了 那有没有建高档 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来 对 今天留一个长的上影线 所以说股价 那往上走 往上走到今天创新高 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要先行做调节 那调节 其实最大的目的 第一买高卖 把钱放口袋 那老师说过了 只公布第一次的操作 后面的操作 绝对不会在节目里面讲了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那苹果干净 来 2383的 来 台光店 你买到台光店 你近期应该都是赚钱的 你不会赔钱 你近期创新高的 不会赔钱 那为什么会去操作台光店 第一季 它的财报非常好 四月份营收也非常好 股价有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 没有 拉回幅度非常小 你先从这边先做 一个所谓的价差 节目里面这张股票讲很久了 来 从5月12号开始跟各位讲 PCB的主席 台光店 把所谓的营收 包含年真的部分 季报的部分 包含未来的题材 老师都可以写在这张重要的基本面 那买卖讲证据 这个证据非常重要 那有证据就有真相 没有证据就没有真相 换句话来讲就是这样子了 一次两次了 好来 这边是第一次的操作 低价股嘛 张肃可以放大一点 赚一点零用钱 那第二次的操作来赚更多了 张肃放大 可以赚十万块钱 那今天 应该就今天嘛 5月25号 今天 好我们做到了第三次获利入带 后面就不方便公告了 我们公告三次了 三次都做到获利入带 这个地方张肃放大 一样可以赚十万块钱 但是这档股票的技术现行 你要留意到 你要留意到 你真的会操作的 这个你应该看得懂 这个叫做低仙的买点 震荡整理之后还有低点 震荡整理之后还有低点 这边还没有来到主身段 你不用紧张 你不用紧张 我们公布了三次了 后面你要操作的话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就像我们之前 跟各位讲的这档股票叫台加速 老师 很可惜没有买到 老师 很可惜 我买太少 其实投资朋友们一直 一直都会犯这个错误 明明看到一档标股 老师好像讲得不错 涨得也很快 好像买的张数也不够 好像赚一点就跑掉了 这张图卡之后 相差了几个四个月 这张股票 在大盘修正的时候 它修正幅度不大 近期又开始上涨了 这些股票你要留意到 我们的操作可能是 就是说一个波段 能够帮各位赚多少钱 我相信老师会尽我的所能 老师会尽我的所能 能够做价差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买 我们来做出一个隔日冲 也是可以 一样都是能够帮助各位赚到钱 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之前的短线的价差操作 我相信在低档区布局的 就是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我相信这个股票操作 一定要看到所谓基本面 技术面让各位来找买点 这个买点对 买了之后怎么样 我们就公布了 我们就卖掉了 那近期而言打电话来问了爷 高价股的部分 他问到这档股票叫金测 金测今天创新高哦 然后出现了一根什么 黑K棒 很糟糕 投资人习性都没有改 就喜欢追高 追得高高的 今天一根大黑K棒 怎么办 你手中有这档股票 还是说你有高价股有问题的 你都可以打掉进来 严老师非常喜欢操作高价股 我对于高价股的操作 老师啊 自有心得 这样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走向股王之路 不是看电视就能够知道的 不是看了这个图表 老师整理的图表 你就知道说 这样的股票很有希望 会走向股王之路 那今天这个 跌了27块钱 又收了一个大黑K 该怎么办 不用紧张啦 股票操作真的 你不用紧张啦 我的会员会不会紧张 不会紧张 我们买在应该买的地方 买了之后拉涨停 第二次出手 我相信这个证据都会讲话 我的会员也能够作证 先做第一次的什么 价差操作 多方格局的股票 可以进行价差操作 不只做一次 公布了第一次 我们也公布第二次的操作 那老师这张股票 在昨天卖掉了 昨天卖掉了 赚的不多啦 三次操作了 这张股票 日线的部分创新高 严老师有带各位去做出个追价吗 还是老师利用吉拉的时候 先行做到一个获利出场 这个问题你想一想 你们每一次为什么都会追在最高点 然后收盘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很后悔 你回家好好想一想 真的好好想一想 那老师今天这边重要资料 我先讲 那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你认为 严老师现在跟你讲的台股 在明天的操作里面 这边有三个重要的族群 生技股 太阳能 加上苹果概念股 你手中有生技的 想操作太阳能的 苹果概念股是套牢的 应该都是套牢的比较多啦 老师在这边一样 在这位置去一样帮你列三档股票的 苹果概念股的 来这三档股票 有机会帮助各位反败为胜 明天你要注意的是太阳能 你不是用去看苹果概念股的 不对啦 明天要看太阳能 太阳能比较有机会 那生技类股的话 哪些股票可以逢低来布局 我相信严老师的顶尖胜券日报的话 提供给各位来做出个参考 非常有所谓的参考的一个价值 你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 不管时间多晚 还是你看到早上九点半到十点的重播 你只要看到节目的 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后面操作的一个重点 集中在所谓的苹果概念股 生技类股 明天要注重什么 注意什么 太阳能 那我们的太阳能的股票 目前为止 普通会员有一档 那其他会员也只有一档 也就是我们手中的股票 太阳能总共才两档 总共才两档 那可能有一档 明天它很有机会会直接发动 但是我们做太阳能股票 我们希望是波段操作的 那老师刚刚讲过的 对这份胜券日报 来 你有兴趣的 你有兴趣的 你认为这三个族群 你想知道的 想要知道一些因果的关系 那麻烦各位就可以拨打一通电话进来 因应所谓的520行情之后 台股已经正式走向所谓的多方格局 那在这边先跟各位讲一下 此股的问题赶快调节 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严老师在那边 希望每一个都赚钱 那新朋友 新朋友的部分来 全新的投资组合 这三档股票 严老师亲自的来帮各位通知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吹几天啊 请几天啊 五分之 五分之 好 变大头部 严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叶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误息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内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还是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严格 五智股专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更拿头顾永远值得托付 零二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老公 又在找房子了 对啊 不然等投资客来看 咱们就永远要变成无科 包里 别担心 报纸上说 房地合一课税新制 要实施了 以后投资费要交很多税呢 房地合一 一百零五年一月日起 不动产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税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总价值 来计算所得 科增所得税 房价就不会再被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税制 居住正义新时代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下